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實況分享同樣瓦尼歐製造這款遊戲 那我們今天一樣要來接續故事模式 這邊應該是最後一個區域了吧 還是這邊過完會有新的區域呢 如果這邊過完就結束的話故事模式會有點短 應該還會有吧 是採礦車 用這個的話好像就能繼續往前了呢 沒有的話你們不是也都可以飛嗎 這什麼 這裡聽得到回音最適合唱卡拉OK了 麥克 克萊格製造了卡拉OK機器人 雖然喜歡唱歌卻走音的很嚴重很會做料理 做出來唱歌的機器人 可是卻不會唱歌反而是料理技能很好 哈哈哈哈 被朝上方射擊子彈 那跟九福特有什麼差 九福特不受控制可是他受控制了 這不是麥克嗎 跟我們一起走吧 好的 克萊格 我還想再繼續唱歌的說 這次呢 這次呢 我還是要選庫莉凱特 這感覺比較好用 然後18福特 好 老朋友最對位喔 好刺激的感覺喔 記下來 紅色的 我要怎麼做 我做錯台了是不是 我記錯台了是不是 把水管連起來 這不是之前已經玩過的遊戲嗎 大合集了嗎 果然是最後一關了 進行分類 這裡 這裡 耶耶耶耶 找出鬼怪 這裡 讓燈亮起來 這應該可以 簡單多了 簡單多了 剃乾淨 射一發光碟就要全部剃乾淨了 速度加快喔 清洗乾淨 太慢了嗎 送到出口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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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打開開關 打開開關 心心 愛心 耶耶耶 再來 抓住 嘿 這一關失守太多次了 我已經知道怎麼玩了 轉動他 走開 喔 還好還好還好 喔 還好還好還好 喔 又速度加快了 開燈 開 開 開燈 讓他到達終點 讓他到達終點 太 太難啦 太難啦 這個真的好難 哪一邊比較大 這邊 這邊 拿走剛好兩個 還好還好 讓他掉下來 嘿嘿嘿嘿嘿 18福特 果然好用啊 喔 頭目關卡啦 不要輸就好 到達終點 喔 又是這個 哇 哇 怎麼有一根棒子啊 哈哈 呃 可惡 重新來過 我覺得這個陣容可以 送過去 這是換鷹鷹 合體合體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我終於弄懂了 進行分類又要分類了 一人一個 不要被找到 喔 還好 還好 嚇死我 轉動 這個太難了 撕下來 速度加快 逃出去 還好 還好 不要被抓到 太好了 搶回來 搶回來 走 收拾乾淨 太好了 讓他到達終點 這個到底怎麼用 失敗了 完蛋完蛋 剛才那一關我真的搞不懂 避開 避開 放開 受到保護吧 好感動 把塞子拔出來 把塞子拔出來 這兩隻鴨子 那個臉也太糟糕了 收穫花朵 嘿嘿 避開 就算你這麼說 還好我選對地方了 都到頭目關卡了 這次不能再輸了 小心那一根棒子應該就好 欸 等火焰 怎麼是從這邊嚇 不是吧 不是吧 可可我再來一次 徹底逃脫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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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記下來 紅色的 紅色的 呼叫裡面的人 還好這一關是 撞擊問號狀態 撞擊 可以可以可以 爬上去 爬上去 剔乾淨 直接拔 速度加快 不要被壓扁 那就這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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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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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她 趕快 趕快趕快 拿手進兵 耶 簡單 沒問題 抓住她 可以 可以 讓她們黏在一起 讓她們黏在一起 啊 我真的覺得選十八福特真的太好了 趕快 好用的角色 開燈 欸 哈囉 你沒穿衣服喔 避開 避開 哈哈哈哈 在那邊唱歌 哪一邊比較大 哪一邊比較大 這裡 拿走剛好兩個 嘿 撒下來 耶 頭目關卡啦 我現在有四條命 無敵無敵無敵 一定過 到達終點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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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棒子 等它過去 下面也有棒棒 糟糕了 我等下面的棒棒 噔噔 哇 可惡 沒看到 沒看到 上面有那個 可惡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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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記錄了 台不全滾了 還是這樣才算是一個大關啊 我們到了 YA 保持這個氣勢繼續前進吧 麥克成為同伴了 啊 果然 好喔 果然沒有那麼快就結束啊 上面感覺有兩個很可愛的角色 卡特與安娜 嗯? 果然什麼事 這也是一批二批嗎 啊 各位 你們一直這樣蹦蹦跳 看得我脖子好痠喔 雙腳自己跳來跳去 聽不下來 不過這樣才像是忍者吧 果然是一批二批喔 還在上幼稚園 幼稚園 還在上幼稚園的忍者小女生 卡特是姊姊 安娜是妹妹 感情一直都很好 我一直跳 一直跳還會丟手裡劍 感覺就不好用 感覺就不好用啊 天啊 剛才有個奇怪的傢伙跑進關卡裡了 把我們一起解決掉吧 那我們這次就來選個 克萊格跟9福特 好不好 喔 可以再選一個 喔 這次可以選4個人 那我們再選18福特好了 哈哈哈 我需要18福特 香巴村 這角色看起來也很可愛 忍術 貓爪 操控之術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滴 喔 動物們都變紫色了 好可怕 化解之術 河馬壓到人了 喔 好帥喔 好帥 雙胞胎手裡劍 忍術 幻影之術 這個動畫可愛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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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牠起來 我不知道怎麼讓牠起來 太難了吧 讓牠們吃飼料 喔 太好了 還好有吃到 讓牠喝水 你的舌頭可以保持平衡嗎 這什麼舌頭啊 喔 原來是這個意思 過關了才發現是什麼意思 仔細看 好 我仔細看 然後呢 停下來 喔 喔 還好有成功 讓冰碎掉 喔 耶 哇 這一關好多動物喔 好可愛 喜歡這一關 讓牠吃下去 可是這些動物都壞掉了 都不會自己做事情 把蛋弄破 耶 為什麼裡面是狗 過去對面 哈哈哈哈 太難了吧 捲起來 這樣子嗎 喔 同路關卡了 好 來吧 哈哈 一直跳 一直跳 仔細看 然後進下來 仔細看 然後進下來 猩猩 獅子 獅子有兩隻公母的 鱷魚 猩猩獅子 鱷魚 然後呢 第一題 第一題 耶 成對在一起的是獅子 第二題 喔喔喔 還有第二題 剛剛沒看到的是 大象 欸 不是 不是 喔 還好 還好最後射對了 第三題 帶著食物的是鱷魚 對 鱷魚鱷魚 好 我剛剛有踩到了 不要理他 欸~~ 應該過了吧 耶~~ 讚讚讚 簡單簡單 好可愛喔 這邊的BUG也驅除了 哇 現在的同伴越來越多了 任務完成 太好了 這樣又可以進到下個區域了 這邊 欸 沒有新同伴嗎 喔 有有有有 怎麼看起來是個 鼻毛針拳的 會使用鼻毛針拳的人 吉米丁 艾希莉 好 那我們來選 就這個鼻毛針拳的 吉米丁 這裡是怎麼回事 會讓人不舒服啊 感覺有點詭異 克萊哥你會怕嗎 怎麼可能 我完全不怕喔 有人在嗎 哇 果然很怕嗎 在幹嘛 喔耶~~ 吉米丁 這什麼興趣 哈哈 會朝推龍方向進行攻擊 這感覺也很難用啊 這跟瓦莉歐好像沒什麼兩樣不是嗎 好像也跟那個克萊格博士也沒什麼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難用 喔 我的武力背 只要把遊戲臭蟲解決掉就會恢復了喔 OK 曲曲的遊戲臭蟲看我用舞蹈輕鬆解決它 好喔 我覺得後面的這幾隻都感覺很難用 然後麥克還可以 麥克還可以 來 這個 莫娜 然後呢 吉米跟瓦莉歐類似嘛 這次就不選吉米了 那這次呢 我選 庫里凱克好了 他感覺就是會在節奏天國出現的啊 他感覺就像是會在節奏天國出現的 哈哈 雞肉利多俱樂部 哇 好多觀眾 來吧來吧 哈哈哈哈哈 是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有五棍阿貝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觀眾喜歡看這種的 哈哈哈哈 好喔 好 來吧 又是轉動他 哈哈哈哈 我剛才也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喔 讓他降落 去旁邊去旁邊 喔 嚇死我了 讓他站起來 讓他站起來 這個怎麼聽起來有點澀澀的 這樣子嗎 喔NO 這樣站 他沒有站起來嗎 哈哈哈 成功進球 欸欸欸欸欸 欸欸 速度加快 打中一拳 打中一拳 哈哈哈哈哈 太難了 完全都沒有搞清楚狀況 不要跳到地上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 讓他到達 讓他到達 讓誰 喔啊 好啊 哈哈哈 欸 欸欸欸欸欸 這太難了吧 我要改角色 我要改角色喔 我覺得還是需要18伏特 哈哈哈 我覺得需要 很需要他 欸 麥克的功能是什麼去啊 有點忘記 哈 待會應該會知道吧 來吧 成功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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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欸 欸 這就簡單多了 轉動他 轉動他 欸 欸 讓他站起來 喔哈哈哈 原來這樣才對喔 好喔 來數數 來數數 1 2 3 4 6 6 6個 有6個人 耶 數數加快 打中一圈 欸 欸 保護籃球網 把保護籃球網 嘿嘿嘿 不給你進球 欸 哈哈 為什麼是保護籃球網 要跳到地上 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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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難了這個 讓他射中 讓讓他射中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推太多了 糟糕 好來不及推回去 掉上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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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點 寶特瓶就阻礙他了 動起來 動起來 他拿著什麼 他拿著什麼 我怎麼知道 還好我猜對了 哈哈哈哈 讓讓他到達 蛤 蛤 退到草皮上 這樣子 耶 高爾夫是這樣打的嗎 進行鍛鍊 看 耶 頭目關卡了 剛才那個橘啞鈴的 我記得 節奏天國有出現啊 好喔 呦 這什麼東西 讓他爬上去 讓他爬上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身體已經變成什麼情況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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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喔 你的身體構造 還要你的身體構造很不錯 可以爬上來吧 耶~~~ 還好你的四肢沒有骨頭啊 過關了 好了 我們又除掉一個BUG 太酷了 成為同伴啦 那下一次我們就來過這兩關吧 愈來愈祈禱這個破關後不知道會怎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還有請推介 我們下一個多次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